意外,女排斥锦赛为结束央视就公布比分,大逆斜获胜银网友热议,意外,女排斥锦赛为结束央视就公布比分,大逆斜获胜银网友热议,竞技体育已经融入了大家的生活当中,为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激情和喜悦,也让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进来,现如今体育在中国也是开了花,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有着中国队的身影, 并且还能够拿到让国人骄傲的成绩,向孙杨为中国带来了游泳奥运手快金牌,百米飞人苏炳天,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,最为受到大家喜爱的应该是姚明了,作为球员,姚明以状元的身份进入NBA为球迷带来了希望,并且入选了名人堂,球一号马退役这些都激励着中国热爱篮球的年轻人,现在的姚明作为篮鞋的主席, 也是专心为了篮球,亚运会当中已经让大家出见效果,男女篮都拿下冠军也重回了亚洲巅峰,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年轻的球员成为了核心,当然还有中国女排教练郎平,郎指导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教练,也是全世界公认的,能够再次回到国内执教,也是让球迷们最为开心, 中国女排一直以来喜气浮浮,郎指导也再次将女排带回了巅峰,世界杯,奥运会,亚运会等等国际赛事,的冠军也都已经拿回,最近正在进行的女排世锦赛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, 中国队目前五胜一副排在小组第三,让大家看到了精彩的比赛,而就在世锦赛负赛,一组德国队对阵巴西队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,冠军级别的巴西队,已领先两局的情况下,惨遭德国队连续赢下三局,拿下比赛,这次的比赛也是非常令大家意外,当然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, 不到最后一刻,谁也不能够忽略各种可能,不过这次比赛当中有一个小插曲,那就是我们的央视五套对奔场比赛进行了直播,估计看到这也的情况已经和大家想的一样,都以为巴西3比0拿下德国没问题,在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央视的客户端,就直接,打出了德国0比3巴西的结果,并且在客户端当中还明确的显示比赛结束, 谁能想到这个时候德国女排,正在奋力直追,并且大逆袭战胜了巴西,意外,女排是锦赛,为结束央视就公布比分,大逆袭获胜引网友热议,然而这个小插曲却受到网友们的吐槽,作为央视体育频道,这样的行为有点不负责吧,央视好任性,不相直播了就直接叛胜负,本来说是0比3,最后德国女排逆袭变成了3比2, 也确实打脸了,不知道大家对于央视这个小插曲有什么看法。 有什么看法则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